我今天给你讲一个故事你一定要认真听 在一个茶馆里面 有一位公安局局长和一个老头在下象棋 他俩正吓得难解难分的时候 突然有一个小男孩跑过来 就哭着对这个公安局长说 你快回去吧 你爸爸和我爸爸打起来了 这个老头啊就问公安局长 哎 这个小男孩是你什么人啊 公安局局长说 哎 这是我儿子 好问题来了 请你告诉我 公安局局长和这个小男孩口中的 你爸爸和我爸爸 他们三个人是什么关系 给你三秒钟 或者三分钟时间 你来想一想告诉给我答案 我知道这个时候在听的人 一定是老子里一片江湖 这就是什么呀 公安局局长 小男孩 你爸爸我爸爸 公安局局长和小男孩的爸爸 亲兄弟 哎 好不对啊 他说这个小男孩是他儿子呀 好 之所以你梳理不清楚 这三个人的人物关系 我相信啊 其实是因为你们大部分人 都陷入了思维定势 你们是不是会认为 这个公安局局长是男的 我说到这里的时候 你是不是开始恍然大悟了 哦 转换一下思路 我们把公安局局长变成女性 他们的关系是不是下要清晰了 小男孩说的你爸爸 就是公安局局长的亲生父亲 也就是公安局局长的老公和他的爸爸打起来了 不就是我们说的岳父和女婿干仗了吗 所以我讲这个故事 其实想告诉给你们 婚姻生活中 每天都会遇到很多很多的问题 解决得了的问题 解决不了的问题 而往往很多解决不了的问题 有些时候就是因为我们陷入了固定化的思维状态 然后你就会开始陷入痛苦纠结内耗当中 那这个时候真的就是需要你突破自我认知的时候 换一个角度看问题 换一个思维模式去解决问题 真的就能迎刃而解 换一个思路解决问题 婚姻关系人际关系也会变得越来越好 感谢观看